来学习AndroidX部署高可用的服务 还是这一张架构图 那么在前面我们打通了这个AndroidX到UWSGI 到Zongle之间的一个访问链路 并且也把这个HTTP升级为了这个HTTPs 其实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可以把这个Zongle应用对外进行服务了 但是为了让同学们学到更多和企业相关的一些知识 我还是准备了这一节的内容 那么这一节的内容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架构图里面的 这里的这个部分 通过这张学习 我们将会通过AndroidX来部署一个高可用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还是以一个问题来开启我们这节课内容的学习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部署高可用的服务 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学习的内容 在前面我们学习了Zongle依赖服务的高可用 并且引入了这里面的一个架构图 在前面这里面 Zongle后台通过一个API process来代理访问这里面的两个天气节点 在这里面因为有了这个API process 当某一个天气API发生故障的时候 可以自动的切换到第二个API 而不影响我们Zongle的后台的服务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使用AndroidX来部署高可用的服务呢 其实目的也是类似的 就是为了当某一个UWHGI服务挂了的时候 不影响我们整一个后台的服务 AndroidX还可以自动的切换到第二个服务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重点就是来学习AndroidX它怎么样配置 可以实现这个发现故障 并且自动切换的这么一个功能 为了进行后面内容的学习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反向代理相关的知识点 反向代理 在前面介绍AndroidX的时候 也简单的介绍过 AndroidX呢 它是可以作为反向代理器 来对外进行服务的 在前面我们在使用AndroidX进行装口的部署的时候 也是使用了AndroidX反向代理相关的一个属性 简单的回顾一下 在反向代理的这么一个模型里面 存在着AndroidX和RealServer这两个服务 那么AndroidX它在接受的请求的时候 它是不直接处理的 而是把它转发到RealServer 由RealServer来进行相关的处理 等RealServer来完成的相关处理之后 再通过AndroidX来返回给前台 那么在前面的部署里面 这里面的AndroidX就是AndroidX 而这里面的RealServer就是我们使用的UWSGI 那么在这里面 AndroidX就是作为反向代理器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服务的 AndroidX在进行反向代理器的服务的时候 它是可以监测RealServer 它是否是正常运行的 如果AndroidX发现RealServer不能正常运行 那么它就会返回一个错误的结果 既然AndroidX能够自动的发现RealServer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在反向代理的时候 代理两个RealServer呢 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图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图是否可以呢 答案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AndroidX它其实是可以代理两个RealServer的 当其中一个RealServer发生故障的时候 AndroidX它可以自动的切换到第二个RealServer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进行相关的一个配置 来到Linux服务器 并且来到这一个目录 TangleDeployment 这原来呢 在这里面只是启动了一个服务进程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两个进程 来模拟刚才架构图里面的RealServerNo.1和RealServerNo.2 为了进行两个服务的一个启动 我在这里把这个配置文件拷贝为两份 Copy DangleEWCI 在这里面 我们把其中一个端口设置为8001 然后再把一个设置为8002 这个8001和8002是为了跟原来的8000 区分开来 好的 接着我们需要把原来的服务进程给Q掉 UWSGI Stop PID PID 好的 停掉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修改里面的具体的内容 先修改第一个8001 在这里面 因为服务器的资源有限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把进程 改为一个 然后这里面的log改为8001 包括前面的端口改为8001 可让的对于第二个 也需要进行相关的修改 好的 这样子就完成了两个配置文件的修改 这两个配置文件呢 后面就是用于模拟两个view server的这么一个服务 修改完成之后呢 这里面有一项配置 需要更正的 就是这个日志的文件大小的配置 这里面指定了日志最大的一个文件的大小 在这里面是不能用乘法的 因为它不只是乘法 所以说在这里面需要配置实际的数值 可按的另外的两个文件 也需要进行相关的修改 这个也是 同样 这里面的这个也是 修改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配置文件的形式来启动这两个端口的服务了 首先是第一个端口 init 然后是这8001 接着我们再启动8002 启动满成之后呢 我们ps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在这里面8001的和8002的都已经启动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端口的都有两个进程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配置了这个master为tru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配置了master为tru 那么在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master进程 以及一个work进程 启动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androidX的配置文件的目录 接着对这个配置文件进行一个修改 使得androidX同时反向代理两个这个服务 同样的我们拷贝一份配置文件出来 命名为ha 好的我们接下来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反向代理从一个变为两个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主要是要修改这里面的反向代理 修改非常简单 就是在这里面 把原来的一个server 变成这里面的两个server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反向代理的修改了 回到这里面 然后重新软量一个配置文件 好的 这样子 重新软量了 我们输入engineX1-s reload 重新再载配置文件 同时我们开多个窗口 在这里我多开了两个窗口 来监听每一个log的变化 在这个窗口呢 我们来看这个8001的log 8001.log tel1-f8001.log 这个权限不够 好的 在这里面 我们再看这个8002端口的 好的 两个log的窗口 我都已经打开了 接着来到浏览器 输入地址 我们来看一下 访问的时候 是否请求会落在 这两个服务器里面 可以看到刷新的时候呢 这一个8001的 已经打印了相关的log 我们再刷新 好的 这一次002的 也打印了相关的log 我们再看002的 刷新 也打印了相关的log 说明我们的engineX的一个 反向代理多个服务的配置 是成功的 既然这一个反向代理 两个服务都是成功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模拟其中一个服务 挂掉的情况 好的 在这里面 我们手动的 把其中一个服务停掉 在这里面 我们输入 UWSGI 看看 Stop 然后PID 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8002的 这一个服务停掉 好的 已经停掉了 我们再次PS来看一下 是否相关进程还在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就只有8001端口的服务了 8002的端口服务 已经停掉了 回到浏览器 我们来看一下 挂掉其中一个服务 是否会影响到 我们前代的访问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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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其实是不影响 我们前代的服务的 因为AndroidX 它能够自动的发现 有错误的服务 并且把它给剔除掉 然后使用正常的服务 来给前台进行返回 通过刚才的配置 我们就完成了 AndroidX的 反线代理的配置 并且在反线代理里面 我们代理了 两个服务器 同时呢 我们还模拟了一个情况 就是其中的一个节点挂了之后 是否会影响到整体的服务 结果呢 是不会的 因为AndroidX 在发现这个 RealServer No.1 它挂了之后呢 AndroidX 就会把请求 转发到 RealServer No.2 来进行处理 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AndroidX 部署高可用服务的一个配置 作为拓展的学习 我们还可以学习 AndroidX 它作为负载均衡相关的一个配置 前面也介绍了 AndroidX在配置反线代理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配置权重的 我们在这里面 假设这个RealServer No.1 和RealServer No.2 它们的性能 以及它们的一些处理的时间 处理的速度 是不一样的 我们假设这个No.1 它处理的速度 是这个No.2 处理的三倍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AndroidX里面 配置相关的权重 使得请求落在这个 No.1的这个服务器的 请求量是这个No.2的三倍 那么这个配置怎么配置呢 我们来到AndroidX的配置 来到这个配置 我们还是修改 这个AndroidX.conf这个配置文件 找到反向代理的配置域 在这里面配置了 反向代理了两个Server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配置每一个Server 它的一个负载均衡的权重 怎么配置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后面 添加一个weight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 权重的一个配置 好的 保存退出 AndroidX.js reload 好的 这个时候重新的 加载了配置文件 然后 我们再次回到 这一个log的误录 我们来查看 是否请求 真的以3比1的比例 来到每一个服务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打开8001服务的一个log 在这边呢 打开8002的log UWGI8002.log 好的 两个log都已经打开了 接着我们来到浏览器 在这里面我发起四个请求 看看四个请求是否真的以3比1的比例 落到每一个服务里面 1 2 3 4 好的 四个请求已经发出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log 首先是这个8001的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8001接收到了三个请求 然后再看8002的 这里面8002只接收到一个请求 说明四个请求里面 确实以这个3比1的比例 落到了每一个服务里面 说明这个负载均衡的配置是有用的 最后简单的总结 这一课的主要内容 三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高可用部署里面的要点 这里面的高可用部署呢 主要是为了保障 单点固带的时候 不影响整体的一个服务 第二点就是 我们需要真正的理解 enginx它反向代理多个server节点的时候的一个配置 第三点就是enginx配置负载均衡的时候的一些要点 在这一节课里面 虽然说我们的两个服务节点 以及一个enginx都是部署到同一个云服务器里面的 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呢 这三个节点通常都是分开的 enginx负责反向代理 以及负载均衡相关的工作 而两个reel server呢 则是负责具体的请求的处理 作为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课 在最后我们还是有几个点需要提点一下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不要使用路的权限来启动这个UWHGI服务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关闭这一个服务的外网访问 这里面怎么关闭呢 我们来操作一下 这里面为什么说需要关闭这一个访问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80端口通过enginx对外进行服务了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8001端口以及8002端口对外进行服务了 因为暴露过多的端口可能会引起这个服务的不安全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个8001端口以及这个8002端口都屏蔽掉 屏蔽掉外网的访问 打开这个文件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个HTP socket前面的冒号补全这个IP 我们设置为回环IP 然后速改配置之后我们记得要重启这一个服务 接着来到浏览器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输入域名8002端口 看看是否可以正常的使用外网进行访问 好的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访问这个8002端口 它提示这个不安全 并且端口也展示出来了 接着我们把它改成8001端口进行访问 这个时候发现访问8001端口是不行的 好的 说明我们的配置是成功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8002端口也屏蔽掉 同样把它添加127.0.0.1 好的 保存退出 然后进行一个服务的重启 完成了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就是我们需要替换装口项目 然后重新的部署一次 在这一章里面涉及装口相关的内容呢 我都是采用了一个新的装口项目来进行部署的 这样子内容的设计的一个好处就是 为了保障我和你们之间的一个内容的同步 大家下来呢 可以使用自己的项目 重新的按照这里面的步骤 重新部署一次 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